在商场里 东西随便拿 香水随便喷 商品还没有付款 却告诉店员自己要退货 这是神马操作 真眼瞎采花大道吗 没想到店员真相信美女的鬼话 认真的问她有没有发票 美女淡定的说自己忘带了 店员又找她要银行刷卡记录 美女直接不耐烦了 算了算了 老娘不退了 不紧不退 你还得给我一个袋子让我装着走 就这样 美女拿着一袋子没付款的商品 打摇大摆的走出了商场 她来到五星级酒店 路过一对夫妻身边 听见他们正在办理退房 美女记住了两人的登记信息 转头却冒充退房的住客 打电话告诉贤台自己要续住 她来到房间 看到清洁人员还在打扫房间 美女也从容应对 最速保洁离开 说自己要休息 于是不费吹灰之力 她又白嫖了一个五星级酒店 美女叫戴比 别看她现在光鲜亮亮的躺在床上 一天前 她还捧头过面的待在监狱里 才放出来的第一天 戴比就小捞了一笔 不过 这只是她的开胃前菜 一项更加完美的偷盗计划 已经在她脑海中营运浮现 戴比定上了一条 价值两个亿的钻石项链 她要拿到手 光平她一人的力量 还是显得有些薄弱 她先找到倒卖假酒的好闺蜜 接着 他们又看上了一个 手速极快的小偷 然后是走私惯犯金发力 以及技术超群的黑客 最后是擅长拆卸技术的珠宝石 和一个负债累累的过期设计师 团队正式集结 接下来就是实操了 代别了解到 近期将会召开富商酒会 一众明星将会到场 与此同时 一位阵高调征询设计师的女明星 成了他们的目标 设计师顺理说服了女明星 并成功借到那条价值两亿的项链 她也没有灵感为由 提前来到珠宝行查看项链 直接她戴着扫描眼镜 凑近项链 又用那边的电脑 便慢慢浮现项链的模型 很快 一条纺织的钻石项链诞生了 随后 黑客黑入酒店安保系 发现洗手间有个盲区 那是他们的绝佳作案地点 金发女则来到酒店应聘 还把代别的闺蜜介绍进来 他们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着 酒店舞会也将悄然而至 都来看看美女脖子上的项链 你都不敢想 居然价值两个亿 关在保险柜数十年 这还是第一次拿出来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通道团队早已做好了准备 现在就等钻石项链入套了 舞会那天 女明星戴着项链要演得出现在镜头前 面一边 代别和团队已经准备就绪 闺蜜先在女明星的食物里下降 小偷钻到厕所里 繁锁了所有房间 只留下了一间空房 女明星刚吃完食物 就反胃地冲去了厕所 代别手在厕所门口 阻止想进去的安保人员 假扮服务员的小偷 热心询问女明星需不需要帮忙 然后趁其不备 将项链取下放进了衣服口袋里 等女明星吐完出来 安保一看 项链没了 此时的项链 已经从小偷那里 转移到了代比手中 代比将项链放到了餐盘里 酒店服务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端着餐盘来到了厨房 伪装成洗碗工的珠宝师 早已守候多时 他一把借过餐盘放入水中 然后从水里捞起项链 迅速揣进了自己的裤子口袋 随后他把项链带到储物间 拉开一张桌子 开始拆卸项链 发现项链消失的安保 立即封锁了整个会场 下令排查所有人 并进行地台式的搜寻 拨了一回 一个安保来到厨房 逃着珠宝师的储物间慢慢走去 而此时珠宝师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金发女把提前藏在腿上的赝品项链 扔进了水里 然后大喊 找到项链了 安保收到消息 立即放松戒备 从厨房撤离了 会场回归平静 珠宝师的项链拆卸工作也已经完成 小偷拿着拆好的项链 悄悄分发给团队的每个人 舞会结束后 他们就这样带着项链的各个零部件 把摇大摆地走出了会场 都来看看这个洗碗阿姨 居然从水里摸出一条价值两个亿的项链 这头不得了 只要他赶紧把项链塞进裤兜 火速离开厨房 拿起工具把项链大卸八块 你要问他想干啥 别问 可能是想分一块钻石给点赞评论的名 拿到项链的代表 真高兴地和团队庆祝 没想到女明星却找上了门 原来代表的所有计划早就被他识破了 但他没有揭穿 而是选择全程陪他们演戏 于是代表告诉女明星 只要他不说出去 就给他分钱 女明星爽快答应 没过多久 珠宝航就发现了钻石项链是个赝品 他们立即找来一个保险调查员 让他搜寻项链的下落 很快 调查员根据现场监控锁定了代表 因为代表将要大到的名号 他早就烂熟于心 尽管找不到证据指责他 调查员依然断定代表和丢失项链一事 依然脱不了干系 代表也不是迟速的 直接递给调查员一张照片 那是他找好的一个弃罪人 此人是代表的前男友 五年前 因为前男友的出卖 让代表拦刀入狱 这笔账他一定要找他算回来 五会当天 代表见前男友也在现场 于是临走时 把他的衣服口袋 敲敲敲了一块项链不见 回到家的代表 立即打电话给女明星 让他故意接近前男友 然后从他口袋里磨出项链 把毒片发给了调查员 前男友很快被抓了 就在他还想辩解的时候 代表又雇佣了几个不同的中年父母 让他们变卖了钻石项链 随后把钱打入前男友的账户 就这样 前男友白口莫辨 即将牢底坐穿 但是问题来了 代表到底胡够傻 转来转去 两个亿的项链 没捞到一分钱 就在同伴们疑惑的时候 代表打开保险柜 一箱子名黄黄的珠宝应用眼帘 原来舞会那天 他们不止凑了一条两个亿的项链 趁着安保封锁会场的时候 代表找来了老帮手 火速向现场其他展览的珠宝 通通掉包 然后从后出轻松转移 算下来 他们不仅没有亏本 每个人还能分到3800万美金 听完 喝到小团队都惊了 他们心里已经暗爽 下辈子都不用愁了 剧情电影瞒天过还没人尽 多得不说这群女贼的犯罪手法 简直堪称完美 电影无论是从剧情还是人物设计 也都十分讨巧 不过小编最喜欢的 还是安妮海斯维纳夫极致完美的五官